他凭借一己之力碾压日本漫画界 他就是被称为千年一问的亚洲漫画鬼才 郑问 郑问将中国写意水墨和西方写实技法相融合 浓烈的色彩和狂放的笔法 令日本漫画界为之震撼 热衷于历史题材 偏爱东周和三国 游戏公司更是邀请他共同打造了郑问之三国志 郑问绘画的所有人物 毅然创造了一个江湖 艺术成就早已超出漫画的范畴 可惜如今还有多少人记得这一位国漫奇才